打开这一夜市的网站 诈骗集团不只整理最新的疫情状况 更是贴出了指挥官陈时中 金融市长林佑昌的照片来增加可信度 还可以获到付款 超商取货 吸引不少民众在贴文底下询问抢购 结果民众花了1500元 却只收到水壶 这才发现被诈骗 金融市警察局目前接获民众表示 在网络社群上有发现 有低价快筛事件在贩售 那已经有网友表示 他花了1500元买快筛事件 结果来的是一个劣质的保温品 那金融市警察局 并且则由刑大科针队来侦办 发现该购物的讯息 是假借我们县市的相关的所长 以及防疫指挥官的图像 来吸引民众来注意 那这属于是典型的 一夜市广告的诈骗手法 那除了常见的售价明显低于市价以外 常常会寄来的都是一些相关的劣质 或是跟购买的物品 明显不同的产品 来骗取民众的荷包 那而且这种一夜市广告 也有收集个人资料的风险 警方在此呼吁 那网路上的诈骗行为无所不在 民众应该慎选买家 那而且现在目前快筛事件 它是属于第三级的医疗器材 不得在网路上贩售 也请民众应循 卫护部公布的销售广告 及通路来购买 与确保荷包不失去 金融警方回应 已经进行调查搜证 请民众别上当 现在药局超商都买得到快筛 千万别一时糊涂 让防疫变成了诈骗集团的利益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购不购